这行了吧 往哪看呢 不是 这时其实非常成功 真的非常好 但是呢 不适合那个场合 适合跟我当在一起的时候穿 你明白吧 你想什么呢 不 我不看没有 真的 那个场合不适合 真的有点太内容 这个你不能随 包的有点大了 跟老公当在一起 我喜欢的时候赢得那么没的时间 我不想叫别人分享 行啦 你换个这个 你色彩再艳丽点吧 大功大力 谁是要活呢 喜事喜事 来 色彩艳丽点啊 好 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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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看着还有点味道 很多人都会有点儿 有点儿 就是我还要看着 很多人都会给你 打发 跟老公的波这些 没有答案 有点儿 很难的 有点儿 他已经有点儿 是铁蜓链车子 不要让他把咱们拉掉的 你看他车车号码 要记住啊 我们每人打小就不愿意到这种地方来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老问他 我说妈带你到山里玩玩去 我不去 我不爱去那种地 肯定是小亮飞拉着他来的 吃什么农价饭呢 神经病啊 那东西能洗干净吗 能不吃坏了吗 阿姨 您也别太着急啊 现在病情都控制住了 这是控制住了 这控制不住呢 这哪有医院呀山里头 又拉又吐 再发着高烧 怎么弄啊 多危险呢 小子从小就喜欢安静 跑这么老远 吃饭来 这肯定是你家小敏的主意 我们家小敏主意行了吧 跟小亮没关系 小亮是被他生拉过来的 好不好 好 跑这么老远吃什么饭呢 你说这两个人 叔叔叔叔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就是买这车买的 我跟你说 没这个车就跑不了这么远 一定要跟上前面的车子啊 不要让他给咱们拉下 你有丢掉他的 我找你啊 哎呀 这个 说话也真是的 出了这么大事情 总得一个男人跟着才行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是个啥 这什么地方这是 是医院吗 是 就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叔叔阿姨 您先稍等一下 我让你联系一下 阿姨 还联系什么呀 在哪呢他们 您看我 就在这 是这医院吗 对对对 您听听 美吧 那个叔叔阿姨 到这时候我也不能瞒二位了 今儿是金亮和小米的结婚典礼 快点吧 阿姨 快点 咱也走吧 你咱们有着急了 怎么个情况 就在那上这是 就在那上这是 老板慢点啊 就在那上 你也慢点啊 您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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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好 谢谢啊 先坐 先坐 对爱的追求 好 高兴就好了 一对新人 心贴心 手牵手 来 谢谢 教练一下 这一刻意味着两颗相恋已久的心 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爱的人 终于说过了爱的过失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向两位新人送上最传致的祝福 好 现在进行婚礼的第一项 请新郎新娘的父母上台至词 首先呢 有请新郎的父亲上台至词 掌声 成功 太成功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今天比较高兴 我跟大伙说啊 今天我高兴 我这还晕着呢 你知道吗 这婚礼来的太突然了 你都一点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跟大伙说啊 本来这个婚礼啊 我是准备到这个东北的矿上去办的 由于中间出了点意外 我想这婚礼就办不成了呗 你没想到今天睁开眼睛 你怕我拉这来了 你原来是我儿子婚礼 这就是杨光明媚旺盛开会 原来是我儿子娶媳妇 来 大家祝福祝福 我跟大伙说啊 我们老金家本来就是这个北京人 你知道吗 我们祖山就是北京的 我们小子张七 这些在北京读的书 又在北京工作的 又娶了个北京媳妇 好啊 无锡联盟呐 大家再来来来 再挂起挂起 感谢辛劳父亲热情洋溢的演讲 下面下面有请新娘的父母上台至此 大家掌声欢迎 你干嘛 一会儿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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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一会儿 我献我去 不不不我 你一下 叔叔 我献我献 你一下 好 掌声 各位亲 各位亲朋好友 女士们先生们来这顿吉特曼恩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这个婚礼啊 实在是太刺激 太刺激 我很兴奋 首先要感谢大家 配合小米小亮 演了这么一出戏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连我差点骗了 听说我聪明智商高嘛 我一眼识破了 不想各备人傻子 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 兄弟们呀 此时此刻啊 我站在这里 有很多感慨 日光如梭 时光荏若啊 一眨眼 我闺女长大了 驾人了 哎呀 不是 爸 看了吗 没什么 哎呀 稍稍稍点示范 掌声 掌声 没事 还没流眼泪 只有一点泪光 没关系 是这样的同志们 查言说 闺女是爸爸的小棉 我这个闺女呢 是我一巴屎一把尿 拉着长大的 你什么时候 一巴屎一把尿了你 你能实事求是一点吗 好的好的 对不起 我有点稍微点口误 拉着具体是她妈妈 我给她精神层面的指导 指导她人生的比较多 还有我这闺女长得呀 特别随我 而且不光长得随我 她这个脑袋瓜子 也随我聪明 灵力 这么有创意的婚礼 只有我闺女能想到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他们呀 真是到了好时候了 想当年我们那带结婚的时候 亲家工 你是知道的 咱们也就是把那个亲朋好友 弄那么两桌 是吧 大家吃吃 这个什么菜就是什么呢 猪头 猪头肉 猪耳的 猪舌头 猪大肠 猪肺猪猪猪猪猪 谁跟你吃猪耳的猪下去 你别提提花 你别提提花好吗 那我们俩像傻子似的 我还好点气质在这 就那样 那她妈妈就整个 比现在还难看 就这样 她就那个时候真不行 她就那个年代 是吧 所以说你们改了好时候了 马上就完了孩子 我真诚地祝福 二位百年和好 早给我生一个外孙 或者外孙女 好不好 好 说完了吗 等等等等 还有最后一个程序 祝福一样 你发型真帅 女儿 我也说几句哈 我也说几句哈 我们家老范刚才说的一句话 我心里不高兴了 虽然在我女儿大喜的日子里 为什么呢 她说我们孩子是她一把十一把 你要带大的 这非常不实事求是 我跟我们家老范离婚的时候 我们明儿才六岁 我们俩是冬天离的婚 那天下着大雪 是不是 当时雪那天到这么后呢 我说咱今儿就把事办了吧 她说行 我们俩就去了 打那天开始到现在 我天天就是当孩子 我容易帮我 不不不她不说这个好不好 大喜的 干嘛不说呀 不让我说 我前妻有点激动 大家给她掌声啊 好 高兴 高兴 正常 高兴 高兴 我非常高兴 我非常高兴 是吧 高兴 请原谅啊 在女儿的这个婚礼上 我有点激动 文化不太高 你多理解 你说谁文化不高 阿姨阿姨 你说谁呢你 你要这样我真给你没碗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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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当时我没法跟她过 就是因为她这样 这人特讨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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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识有啥吗你 孩子今天大喜 还挺多心 咱都不穿高兴的 高兴点高兴 高兴 一万我还得实事求是的说 好 就我今儿为什么穿这身衣服来啊 其实我是有目的的 因为我觉得吧 人的一生 穿礼服 穿婚礼新娘装 只能是一天一次 是不是 生活中不是每一天 都把自己打扮得 跟贵妇犬似的 是不是 不是说你穿得多豪华 你就多聪明 是不是 我觉得人的人生 是很实在的 人活在这世界上 应该很实在的 我们活着 就是要吃好喝好睡好 所以我穿这身睡衣 就是想祝福我闺女 吃好喝好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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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二位老人 感人肺腑的发言 是这样啊 现在婚礼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请大家到餐厅用餐 好 好 同志们 我有情提醒一下啊 以后参加婚礼啊 还是最好不要穿睡衣 庄重点好 你管着吗你 你说谁呢 你非得像个别人生 穿床单来 你好看 要庄重 到餐厅用餐 到餐厅用餐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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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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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怎么来了 我讲两句啊 有你什么事啊真行 走走走走 吃饭你吃饭你啊 五十五伯伯 小米啊是我看着长大的呀 他刚搬来的时候 我就看着相当的漂亮啊 他打小就到我那里住了 长这么这么高 现在长得多漂亮啊 但是他们又看妈妈漂亮 我跟你讲 什么 都走了 大姐 新娘回来了 爸 小楠楠回来了 爸 怎么样今天婚礼成不成功 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 别致吧 别致 他有派人在台上 真的一上就没说 阳光明媚 矿社开罪 原来是我儿子娶媳妇 你看 爸真的今天发言太成功了 真的 相当有派 绝对是领导 那家伙子才能喊 不是不是你回家回家 就别短着放下来了 习惯了 就是 我其实 有点遗憾 啊 矿社上虽然来了些人吧 但是我总觉得 来了还是少 本来说好得七八十号人过来 爸